如果四位满级英雄戴上320兵力挑战16本所有防御,那么哪个兵种能挑战成功呢? 新版本中增加了英雄装备,本次挑战蛮王戴了巨型手套,勇王戴了狂暴宝石,其他的都是默认装备,本级都为18级 野蛮人挑战失败 第二位出场的是弓箭小妹,所有单位只能在红线内部署,并且只能连续部署 英雄的技能开启时机尽可能达到最佳效果,本次挑战除去两种炸弹人,两种哥布林,其余兵种都会上场 弓箭手挑战失败 第三位出场的是胖子,由于治疗卷种在此次挑战中过于强大,所以选择了狂暴宝石 当然,为了平衡,除了非常厉害的新防御建筑,防守端还加入了四位英雄,以及一条寒冰猎拳 胖子挑战失败,不过成绩还不错 第四位出场的是气球,气球可能最不适配的就是狂暴宝石了,被两个吹风机严重干扰 本次挑战需要击败所有防御方单位才算成功,气球挑战失败 第五位出场的是法师,蛮王开大后如同战神附体,感觉能抵一整个部队 法师移动速度太慢,生命值太少,没有特殊机制,法师挑战失败 第六位出场的是天使,天使治疗同一目标时,会随着数量的增加,治疗量反而下降 在强大的火力面前,根本奶不上来,天使挑战失败 第七位出场的是飞龙,本次挑战如果出场的是空中部队,勇王一律切换成为空中形态 援冰寒冰猎犬对局势的影响巨大,能拖住非常长时间 飞龙挑战失败 第八位出场的是皮卡姐姐 此次的法术塔为了平衡小人口单位,没有设置毒药塔,全程以狂暴模式登场 看来此次挑战还是有难度的,皮姐挑战失败 第九位出场的是飞龙宝宝 由于龙宝过于巨堆,无法触发被动效果 龙宝挑战失败 第十位出场的是矿工 矿工 矿工巨堆后还是很怕天鹰火炮的,特别是没有生命宝石抬血的情况下 放弓,挑战失败 第十一位出场的是雷龙 雷龙吃到今生后,就是夜空中最亮的仔,眼睛都要闪瞎了 雷龙感觉运气好就能挑战成功,但这是打了三十几遍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了 雷龙挑战失败 难道就没有兵种能够挑战成功吗?第十二位出场的是雪怪 分裂出的小雪怪也能享受狂暴宝石的伤害加成 而且小雪怪本身对防御建筑有伤害加成 雪怪挑战成功成为了本期唯一通关的兵种 那么接下去,还有没有能够挑战成功的兵种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下期再见